Hello 大家好,我是Mills 在之前的一些影片,我都看到大家的留言 都很感謝大家的鼓勵 也看到有些朋友喜歡這種純粹聲音的分享 但是我發現有點怪怪的 我想大家喜歡聲音的話 是因為大家有其他事情在做 大家希望好像聽收音機一樣 一直在做你自己的事 一邊就聽我的分享 但是我真的很想說 最好不要這樣 因為人的吸收能力 如果你是做一些無緣無故的事情 例如你嘗試去做一些運動 或者你是放空發夢 然後就去聽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是專心做一件事 例如有朋友就說 你一邊撿相片 就一邊聽 又或者你一邊是在工作 你一邊聽 其實我都很肯定 你真的純粹聽一下 是好像真的在聽收音機的那些 即是聽完等於沒有聽的那些節目 即是笑一下 或者是說一些你都不需要怎樣特別吸收 聽完就算 雖然我看到有不少的朋友都說 喜歡這一種 但我都很肯定 大家喜歡就這樣聽 是因為這個原因 即是你希望不花那麼多時間 坐定定去看 所以我也都很相信 喜歡看畫面的朋友是沒有留言的 我都很肯定 我應該是會流失到一班的觀眾 所以當然也都多謝你們喜歡這種 純粹聲音的分享 但是我也真的希望大家 純聲音就不是因為純粹方便 我是因為有些東西是沒有一定需要有畫面 所以我就用聲音 而不是去 就是叫做 方便大家好像聽三機那樣 因為我都真的不希望純粹說一些廢話 然後大家一路做事一路聽著有些聲音 不需要思考 有些東西 即是你說攝影的想法 這些我自己的想法 這些其實是可以不需要畫面 但是其實攝影有很多東西 都可能都真的需要一些畫面 才可以真的把我希望分享到的東西 是成功分享到給大家的 好像今天這樣 我們分享攝影的光線 眼光和油光 我心想其實是沒有畫面的話 我都覺得只是說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我也嘗試一下 在我們學攝影上面 又或者在我們學打燈 因為就算學攝影都好 很多人其實都很粗略地了解一下 什麼叫眼光和油光 即是英文是 黑亮和軟亮 大家怎樣定義眼光和油光呢 大家喜歡眼光 還是油光呢 我想很粗略 大家就這樣提這兩樣東西 所以腦袋就會產生起一些現象 例如在一天晴天 底下萬里無雲 顆太陽呢 真是高高在上 很遠很遠很小顆 我們幻想一下 自己在一個沙灘那裡 就真的曬得飛起 地下的沙呢 你看到地下也好 都很粗略地飛起 你看到水 那些水波 和輪光 都很粗略地 那種感覺 但如果油光 大家應該又可以幻想一下 天陰的日子 整個天氣 鋪滿了很厚很厚的暈 甚至我們在街上感覺到 現在才中午1點多 為何感覺是下午5-6點 真的沒有光 暗的 只要我們肉眼都感覺到很暗 那在這些環境之下 我們望上天 全部白光 白光 這些是否就是油光呢 那我們如何去判斷到底油光還是眼光 進階少少的朋友 就會知道 沒錯 我們是看陰影而決定 而不是純粹 你的光質是眼光 你的光質是油光 在我们拍照上,其实我们是很需要实际的 什么叫实际呢?理论就还理论,实际是很重要的 我们计算自然光,太阳是怎样的样子,理论上就定义了 它在当刻是处于一个什么的质地 我们要留意,我们是在哪里去看这个质地 我们是从地球的地面上去看上去 如果你在太空的话,我想太阳是从来都没有变过 对不对? 是因为在我们的天空上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云 所以我们中间是有很多东西阻隔了我们和太阳 所以它变成点,是说中间的经过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我们只不过停留在地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试过下雨天坐飞机呢? 在地面那里真的是狂风暴雨 但是当飞机真的飞了上去的时候,又变成天晴 所以我们是隔着天空去判断这件事 光源是没有变过的 就算日出,正午,日落,其实太阳也没有变过 只不过角度不同了,令到我们在地面看的东西都不同了 甚至颜色会有不同,就是所谓的色温 但实际上太阳是没有变过的 这个情况其实跟我们用闪光灯没有分别的 现在我们用很多的LED,就说它又可以变色温 甚至可以变七彩颜色 但实际上我们用闪光灯,闪光灯是一定的色温 闪光灯其实由头到尾,由始至终 都是在扮演一个太阳 所以我们可以忽略了我们和太阳中间的天空的变化 当然,实际上有很多东西会影响得到我们的太阳 对于我们地面的表现,隔着窗照进来又会怎样 隔着门照进来又会怎样 射到墙又弹回来又怎样 其实因为太多可能性了 但是这个是最基本的 我们判断油光眼光 其实都要有一个角度去看 我们先看下去,这个就是油光,这个是眼光 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 摄影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 因为我们不会常常都可以改变到现场的光 我们拍人或者拍一些小的东西,我们用闪光灯 你对着一座山,对着一个湖,甚至对着一个城市 打什么灯?哪里有灯可以打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的确是需要靠我们的太阳 什么时候几时几刻,在什么情况之下 照下去,你的目标可以达到什么结果 有时就撞彩,有时做多些功课 在家里看好几时几日,天气好的 就跑上山拍照 这些都是一般来说,摄影师可以比较被动 甚至主动一点的就是做功课 你不要真的等下雨,你打算上去拍太阳 这些都是主动一点,进取一点 但是我们拍人像的时候,其实自然光不是不行 当然也不是不好,但是绝对不是代表所有 有很多东西都需要了解多一点,认识多一点 到底眼光的定义是什么? 油光的定义是什么? 甚至你中间的Modifier 都是你学习里面的过程你需要认识的 但是在实际,实际,实践上 我们是需要相对论 相对地,它是大还是小 就是相对地,它是柔和,还是不柔和 就是简单说,我们需要有一件事 跟它配合才行 我们又回头,简单一点 油光的特性是什么?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大 油光上越大就越柔和 天越多云,搭起一堆 太阳也看不到,对啊,柔和 这个也是说純粹大和小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要讲阴影的 实际上,那个光是照落一些什么?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油光照落地下 是不是一定是柔和的阴影呢? 其实是不绝对的 我们又继续,硬光是什么? 硬光就是,光源很小,距离很远 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又进一步了解多一点 油光先,油光的特性是什么? 油光的特性就不是纯粹它大 又或者阴影很柔和,就这样 其实阴影是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内容 例如,油光是会给我们低把和度的 大家没有听错? 咦?用油光的颜色差了吗? 绝对,绝对是 你试一下阴天的时候,看下山,看下水 是不是你希望看到的那种精彩的颜色 没有了 那些花草树木也是 阴影只不过是我们判断这个油和的程度 但是油光的特性是低把和度 低把和度一定是低对比度 一定是低反差的 甚至演识的能力也是特别低的 简单说,它甚至是连解像能力也特别低 所谓解像能力,解像度也要铁定才行 你所有东西都低的时候,你怎么会铁定呢? 所谓的油光也包括了这种的曼散射光 曼散射呢,简单说,光彈来彈去,彈来彈去 反射又在这里,反射去那里 其实呢,你只要不是直接看到的太阳 你所在街上剃回来的光,全部都是曼散射光 OK,那这种光的确 那种演识度,饱和度,对比度,全部都是特别低的 相反,眼光的特性很简单,一定是相反的 刚才说过的东西全部相反,没错就是相反了 高饱和度,高对比度,高反差,演识能力高 当然解像力也特别厉害 那哪一种光是特别厉害呢? 没错就是聚焦 刚才就是散射了所有的光,彈来彈去,彈到都没什么凝聚力 只是一坨东西周围彈来彈去 那我们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聚焦的光是特别厉害的 我们看一下一些店铺,我们街上的一些店铺的厨窗 你留意一下,很多都喜欢用射灯,尤其是一些珠宝店,卖标的 他们会不会用一些散射的光 会不会用一些油光 他们一定是用射灯 射灯就是会带给色彩,带给力量,对比度 演识能力,解像力 我们看上去,哇,很刺激的 没错,这一点就是他选择用射灯的原因 所以其实所谓眼光,其实并不是一定不好的 阴影一定是太厉害,柔和的一定是最好的 这个概念是不尽正确的 尤其是在我们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们不可以说常常抗拒用眼光 因为其实眼光给到我们是一些很好的优点 我们刚才所说的,全部都是优点 那什么情况之下,不用眼光呢? 就是因为你搞不定 因为眼光都要控制 而且眼光的确不是一样的 我们继续讲下去 例如火柴,火柴,蜡烛光 就是那一点,对不对? 那一点光对于我们来说 哇,看来真是小,小得很紧要 对不对?眼光,眼都很紧要 对不对?对的,因为它是对比 相对地,相对地 相对什么?相对我们,人类 甚至是可能生活上面的一些物件 它们的大小来说 相对这一点的火柴光,蜡烛光来说 其实蜡烛光就真的很小 但是大家想一下 如果它相对一只蚂蚁来说 你不要说烧一只蚂蚁 如果这一点的火柴的光 去照光这只蚂蚁 其实这个光可能是足够包住这只蚂蚁 足够包住它的话 这个再不是一个很强的阴影的眼光 蚂蚁的背后可能都会有一个 叫做锐利点的阴影的边缘位置 但是这个火柴光这一点的灼光 是足够包住这只蚂蚁的体积 对于这只蚂蚁来说 这个是眼光,但是不代表不柔和 就是所谓的柔和 只要你包住 都可以是一种眼光 亦都可以是一种柔和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些漫画 其实Mills是没有看漫画的 就是我这样说 好像说到我看漫画 虽然我没有看漫画 以前的例子 不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曾经港帖 是出过一些漫画的广告 我认为它画得很漂亮 我现在纯声音 我又给不到画面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漫画 很多时候都是重阴影的 但是那个光可以滑到 那个感觉是非常柔和 很舒服 但是这些阴影全部介手 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 不明白就没办法 真是纯声音分享 光源只要包住你 哪怕它是一个眼光 一样可以达到柔和的感觉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相对地 显得它柔和 又或者相对地显得它比较硬 所以蠟燭光相对人来说 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小的光源 一支的蠟燭光 火柴光 不足以包住我们的人头 都没有说你拍整个人 你的蠟燭放近我们的面也好 其实它也没办法包住我们整个人 所以在我们面上鼻的阴影 眼睫毛的阴影 甚至是一些嘴唇的轮廓 都会产生一些难看的阴影 是因为它相对地小 但是如果你前面 是有过八支的蠟燭 围住你自己 包住你自己 在前面 我可以硬定 这个已经再不是一个很硬的眼光 你独立体每一样都是 因为每一支蠟燭都是每一点的火 但是如果它们聚集起来的时候 甚至是围住你的时候 这个光是大过你的人的 可以 它们在不同角度照下来的时候 它是足够包住你 包住主体 等于我们拍照 我们其实不是永远只有一支灯 有时落得多灯 当然 这个概念来的 你可以用多灯 去达到这个结果 亦都可以用一些不同的 数光工具 就是Modifier 去达到这个结果 例如用Para 好大把的Para 拉开的时候 一个眼光 会去到那把遮掩的边缘位 可以去到每一点 都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眼光的反射 就好像每一点眼光 圍住个人 好像有一个Ring Flash 那样 当然啦 它不是Ring Flash 它是逐点 可以去到你的主角 圍住它 所以Para 的确有它的特性 它有能力做到这样的效果 不要说所有Para 我可以肯定 不是所有都有能力做到这样的 当然是比较昂贵的 比较美的 当然都要配合你一支闪光灯 这一样东西 那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大的光源 圍住你 里面亦都是你看到它每一块 即是那块Reflector 即是每一个 怎样形容呢 每一叶 每一个叶 都有一点光 照到主体上 所以有些啫喱是极大把 它就是可以圍住主角 亦都是给到一个很大 亦都有punch的 有力的 一个类似聚焦的 就向着你的主角照下来 那这一种光呢 就是所说的大的眼光 大的眼光照下来呢 不一定的阴影是很harsh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是不是眼光一定不好 一定要所有是要油光 不是的 很多时候呢 当大家忽略这一样东西的时候呢 什么都用油光代替 油光代替 油光代替的时候呢 你就会失去了我刚才所说的一些 你希望达到的一些特性 对比度 把和度 反差 甚至解像力 这些都是重要的 大家认识的话呢 就要再重新估计自己到底应该 以后用下一些什么光 眼光呢 很多时候呢 是比较有生命力的感觉 油和当然不是不好 油光呢 很多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混合一些眼光的 大家有 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呢 摄影师可以做的东西呢 就是你一定要多些实验 多些去试 不可以纯粹在书本上就这样看到 油光等于什么什么 眼光就是什么什么 小闪灯就是眼光 小闪灯加个油光箱就变成油光 其实不可以那么表面 当然啦 入门 这一样东西呢 其实是 对的啦 入门千万不要将些东西复杂化 但是呢 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 我认识过的了 入门的东西就是这些 然后可能你未来的五年十年 如果你没有一些增值 没有再去进一步去学习 甚至认识的话呢 其实你不就是 继续影响十几年 你都是这样 因为你没有吸收 当你没有吸收 你没有进入的时候 你怎么进入呢 其实是吧 还有些东西呢 纯理论是不够的 你一定要经历经验出来的 刚才说的东西 说的容易 你做出来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和小 是除了 你的光源自身的问题之外呢 亦都是从它的距离 而了解 例如太阳本身是极大 大过我们地球很多 但是因为它极远 因为极远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它就是小 行不行 OK 但是因为它距离那么远 它照出来的阔度 是极阔 极阔的 即是它包着半个地球 这样照过来的 所以呢 如果宏观点看 整座山 即是如果那个角度 不是太斜的话呢 它真是一个眼光 可以包着整座山的 你应该要这样的角度去想 这样的角度去看 它不止包着山 它还包着你前面的海 还包着湖 所以很多时候 都是要相对地去了解 即是相对一些什么呢 就是你有多大 你前面要拍的东西 所以我们学习路上 其实是很 depend 你认什么 你拍人 那你拍小朋友 还是拍大人 那你拍大人 到底你拍大头 还是拍半身 还是要整天拍全身 你拍全身 还是还要包含风景 又还是你是拍产品 不要经常说产品 拍物品 物件 又或者你喜欢拍摄模式公仔 是吧 我都见到有些同学 喜欢拍摄模式公仔 其实我觉得无所谓 甚至你在家里 见到一个樽子 你又拍摄一下 见到一支水 你又拍摄一下 见到一部相机 你又拍摄一下 你有没有相对地了解一下 你在拍摄的东西 体积多大 而它相对地 用一个多大的光线 所以在坊间才会有 那么多不同大小的改变 你不能够所有东西都买完 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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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漂亮 哪个最漂亮 就买了 一个二乘三的油干箱 和一个三乘四的油干箱 我就当你只欠两百元 有大买大 只欠两百元 错了 你这个概念 你应该要想你拍摄什么 相对地你需要的阴影 去到什么程度 你需要这个结果 而去买那样东西 所以不存在 我要买最漂亮的东西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东西都需要衡量 大小 当然了 太多东西都不能尽络 即是尽说得了 就是当然你拍摄那样东西 那个表层的质地 是的 不同物料 拍摄出来的结果 当然完全不同 那我用一些 拍摄人像做例子 你喜欢拍摄外国人的话 它可能比较多面毛 它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做出一些那么多高光泛 但是 如果你有拍摄过一些 剝殼鸡蛋的皮肤 的不得意 你又真的 真的不容易 可能是它的化妆的妆底 即粉底 那些 makeup 的东西上面 真的要搞搞它 你才可以 这件事又不仔细去说 但是可以说 不只是你那个物料 即是你在说你拍死物 那个物料 例如珠宝又会反光 你拍摄iPhone那个 screen又会反光 这些基本的东西 但是其实 不要忽略人 除了她的衣服 她的皮肤 都很重要 那这些东西全部有关系 那另外呢 就是最基本的 我们用油光 用眼光 在说 油和程度 会影响什么 会影响到平方反比 定律的明显程度 记得了 是明显程度 我们肉眼看的东西 是很有限的 我们是要知道 它的程度有多少 我们拍个主角 主角距离背景 到底背景我们拍到多深呢 到底我们想 光的fall off 有多急速呢 到底我们的镜头 焦距里面包含到 多闊的东西里面 我们想拍到光 由光变暗的过度 到底有多闊呢 这些都有关系的 会影响得到 平方反比定律的明显度 如果你用太柔和的油光箱的话 其实应该这么说 太大 相对你的主角太大的话 其实这个inverscurello 是不明显的 但是奈何呢 我多数来上我课的同学仔 都是清一色的 统一的 真的个个都喜欢 超高对比度 喜欢一些光很重要 然后旁边就黑了 那些呢 可能我自己的作品 平时都会有一些 叫做高对比度 但是其实可以肯定是一个错觉 因为对比呢 就不是只有光 暗光暗对比的 你一个光 突然间旁边 立刻变黑了 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 是一个短暂的刺激 就是你看看 哇 对啊 好有趣哦 突然间一变光一变黑 但是呢 你处理得不好呢 你慢慢就会看到 很多问题在里面 要做好这一件事 就不是纯粹 我怎么可以夹着光 怎么可以令到平方反比定律 去到越急速越好 其实不是的 你要操控得又小 是要小心 和需要更多的经验 和要了解得更加清楚 那怎么可以了解得更加清楚 当然就是上课 又或者是你更多的实验 有人可以指证你这些问题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呢 一个油光箱 例如一尺的 一尺成尺半这样计算的 对的 对的 它都对于一个人头来说 都是一个油光的 它都可以包住一个人头的 但是要放到很近才是 但是如果放得软的话呢 放得软的话 其实某程度上 它属于一个眼光的 它可以是一个眼光的 但是它可以是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眼光的 所以呢 我们独立看 这个是一个油光箱 如果它相对地 拍一支小小的一支香水 那样计算 它都是一个很大的油光箱 但是如果拍一个人 放到一个距离的话呢 它不是一个油光来的 它是一个眼光来的 所以呢 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怎么去用 所以呢 我到现在都没有说强调大家 就是用闪光灯 又或者用LED 因为其实呢 现在LED 一直在进步 但是 当然LED的能力 其实是 软不及闪光灯的 闪光灯 有一样东西很重要 LED没有的 Flash Duration 那是闪光速度 闪光速度 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 短时间内 是极短 极短时间内 放到所有一些动作的东西 它也是可以达到非常之高的品质 飽和度 对比度 你在短时间内可以产生 也都不需要太理会 那个快门时间会影响得到你 所以呢 闪光灯就是闪光灯 LED 是 另一样东西 可以这么说 你常用一些连续光的话呢 其实是 你只不过套用了一些 视频的概念放下来 我没有说100%不行 但是的确有很多东西是不行的 所以是 不要独孤一尾 是的 我不阻止大家尝试去用LED 但是绝对 不是一个唯一的方法 又或者不是一个纯粹 很便利 很方便 或者现在科技的问题 暂时我觉得是搞不定的 做不到的 有很多东西都 今天的分享呢 我就没有办法去讲得太过长了 因为很多东西都真的只讲 理论就归理论 理论呢 很多东西是听了就不代表学完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直去实践的时候呢 你要回头 回头想一下 想真一点 这一件事 到底的可能性 到底可以 带到什么的结果给你 例如呢 拍人像是 很多时候都真的会用油光箱 但是是不是永远只是油光箱呢 油光是可以混合眼光 一起用 你整张相片的味道感觉 完全会不同了 我觉得很多东西大家是 真的要细心去想一下 到底这个眼光是 旁边的位置 你想它包住的范围到底是 挺大的 想产生的是什么的味道感觉 这件事是真的很重要的 不要只看阴影大小就这样就算了 阴影一定有个核心位的 核心位可能不明显 如果核心位很不明显的话 你一定是一个极大极柔和的光线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可以去留意 到底那个Core Shadow 到底有多大 那个Core Shadow有多大呢 绝对是告诉你 到底你那个点 或者你那个光源 那个源头到底有多大 我们就要由Core Shadow 去到Shadow Edge 就是所谓的Panumbra 到底有多阔 去判断到底这个光 属于油和 还是硬的 而不是说光的本质 我告诉你当时你用一个 两尺三尺的油光箱 但是出来的Core Shadow 去到Shadow Edge 咦不是哦 看上去是很厉害的 就是Core Shadow 都很阔很大 这个就是告诉你 油光并不是代表你用油光箱 一定是油光 所以用油光箱也好 有技巧 可以将一个油光箱变成眼光 所以看你懂不懂得用 所以去到最后 就是理论始终都是总归理论 我们不可以纯粹去学理论 又或者我纯粹认识多些这些东西 我就真的叫做好了解摄影 就可以做到一些很好的作品出来 真的重复了无数次 你这一方面增值 是不代表你的作品会更漂亮的 更加你的可能性 就不是代表会更加多可能性 因为越多理论 越绑手绑脚的 理论是这样的 我就不做一些特别的冒险实验 没有去试 因为太过是一些理论化的东西 因为我们拍人像 太多不同的可能性 人的眼耳口鼻 皮肤 人的高矮 肥瘦 很多东西 全部都是有关系 有影响的 所有东西都是变化的时候 你怎么会纯粹 整天都只讲理论 对不对 就算一个人的表情 都重要 不可以纯粹说 只是皮肤 再深层去讲的时候 他的表情 轮廓 这些东西 都足够我们 到底可不可以 或者是否适合 去用一些 本来是不好看的光 或者是比较难处理的光 应该这么说 可以投放在他上 这些就真的 不可以纯粹 在一些什么理论上去学习 好了 今天的分享 不讲得太长 希望大家都可以 得到多少的啟發 我们下次再分享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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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